所以你回去自己再花一點時間看一下 所以今天我們主要是希望把那個大樂透的資料全部把它匯到Excel 那我們做了幾件事 第一個是把那個一頁先抓下來 第一頁嘛 改成1到76頁 並且讓它往下放 然後再把那個資料做一些動作 那些動作的話我執行起來不要輕 基本上就是排序 然後再把這個排完序的底下的資料刪掉 然後並且做資料剖析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我好像就做一個資料 資料A到Z 然後把這個優標放B1卡住向下 然後底下的這個範圍 當然你也可以這樣刷啦 不過要刷很久 我是建議你就是直接按SHIP的鍵 拉到最下面按SHIP的鍵 然後按右鍵把它刪掉 這樣就刪光光了 那再來就是把這旁邊加上1到6 然後把它怎麼樣 選起來資料剖析 這個資料剖析 這個資料剖析 夠點嘛 然後目標儲存格這個改一下D2 按完成 然後把B欄給刪掉 實際上這個後面的動作 其實也可以把它寫成SUB 寫成VBA 那更快 最後把這個欄寬調一下 這個不調也沒關係啦 這不影響 那最後我是把它定義名稱 這個範圍把它叫做大樂透 所以選B2 Ctrl SHIP向右向下 這樣就選好了 那這上面改一個名稱 叫大樂透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這邊定義好之後 這個所有的號碼我就已經有了 然後再利用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我就把這個編號1到49號 再利用那個什麼 上個禮拜講過的Count if 除以Count 得到的機率 並且這個可能分 按右鍵出納格式 把它制定成為 以1萬為分母 最後的話就統計名次 前七名這個可能要VBA 把前七名的程式給執行 那這樣子就完成今天的練習了 所以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完成到這邊就OK了 那你如果覺得意猶未盡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 再去那個樂透雲上面 去做什麼大樂透以外 好像還有別的啦 有沒有還有什麼 好像還有那個像威力財 威力財好像也滿 賬金好像還滿豐厚的 還有其他什麼大福財 類似像這些啦 基本上做法差不多 我像大威力財 這個威力財我看一下 威力財應該它的號碼 這規則可能要查一下 然後它的業數 業數比較少 它只有18頁 不過它的那個什麼規則 我想應該差不多啦 點一下這邊就就會變嘛 1到18就可以了 那一樣你可以把威力財的 歷年來的中獎機率號碼 馬上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有沒有 所以無法炮製一下 那至於這個剛剛還有一些那個什麼 排序 我們本來是向下 把這個資料下載之後 那我後面其實有用了一些人工的作業 其實理論上你也可以把它做成VBA 我也有把它放雲端上面 就是像排序有沒有 像我剛剛不是有什麼 把刪除不要的列有沒有 那有先做的排序 這邊其實也有啦 只是說這可能它在寫幾個SUB 一個 中獎號碼1到6號 然後資料剖析這個用錄製的 然後刪除B欄 總共還要增加4個SUB 那你可以call 你如果把它加上去 那就一氣呵成了 等於是說下載完你不用再手動了 他就全部就幫你做好了 OK 那只是說這個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我有把它放雲端上給各位參考 那期末報告的部分 大概就是 比期中報告多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網路爬蟲 所以期末報告我是希望 你量力而為 如果你可以爬比較複雜的東西 那你就爬複雜的網頁 所以如果你說能力不足 那你爬一個CSV也可以 反正你就是有爬充動作 另外的話 第二個重點是VBA 可能就是多一些些VBA的應用 盡量 反正你能做多少盡量多做 如果假設你能力不夠的話 沒關係 你就做簡單一點的動作 點到為止 那有些想做但是做不到 沒關係你可以在心得報告 我用文字敘述一下 我是可以 我可以接受你目前做不到 但是你可以設一個 目標 你說老師我 這個課之後呢 我還會繼續努力 不斷精進 然後繼續學習 程式 我有個目標 但目前做不到 沒關係 你可以設一個方向 我是可以接受的 好啦那今天的話 也許原則上 就是把這一個作業完成 那今天也許就先講到這裡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們就要再看難度又稍微提升一點點了 所以請各位有點細心準備 不過我是覺得這應該是生活上 或者是工作上絕對都用得上了 所以你把這個熟悉 應該對你效率提高 絕對是有正面的幫助的 OK 好啦那今天 先到這 如果已經做完就可以先離開了